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对决 别人对决都是拳打脚踢 杰克和皮克对决呢 竟然是啃咬对方的嘴巴 泛马杰克是人家同富异谋的兄长 他莫名而来挑战皮克 皮克困惑极了 你们这些人都不上班的吗 怎么都来找我打架 就不能让我安稳点看一下伯乐的视频吗 杰克呢二话不说 就向皮克冲了过去 一记金刚拳上去 把皮克惹火了 就见皮克露出尖锐的拳尺 看这加持 是想把杰克大借拔快 杰克不甘吃弱 竟然也亮出铁纸铜牙 并表示 你以为只有你压口好 我们现在人类也不差 皮克听到这话大为震撼 你不去表演杂技 真是可惜了 随后杰克和皮克 居然张开血本大口 抱在一块啃了起来 悲观群众全都看愣了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 两人亲嘴呢 就见两人 分别抓住对方的脖子 锋利的牙齿 嵌入对方嘴中 谁也不服谁啊 突然皮克支出 洪荒之力 竟然将杰克举了起来 随后 一招乾坤大挪移 咬住杰克的嘴巴 居然把杰克 疯狂甩了起来 大家呢 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这比打拳都残忍啊 随即 皮克将杰克扔飞 就见杰克的半张脸 直接没了 看着都疼啊 皮克却啥事没有 第一次交锋 皮克赢了 那么杰克 能反败为生吗 让伯爵继续讲 杰克不接受败给皮克的事实 强远剧痛站了起来 虽然疼得说不出话 但这坚毅的眼神 证明了他还要挑战皮克 皮克感受到杰克的斗志 决定全力应战 这是对杰克最大的尊重 皮克呢 摆出了标志性的姿势 双腿双脚都撑在地面上 大家的心拳都紧绷了起来 为杰克捏了一把汗 毕竟 皮克曾用这招直接秒了猎海王 只见皮克如炮弹般炸了出去 就在大家认为杰克必输无疑时 奇迹出现 杰克啊 一招金刚铁手 竟然将皮克揍飞白米远 纵摔在了观众台上 包括任牙在内 大家全蒙缺了 这得是单身多少年的手机呢 杰克呢 去到观众台上 直接把皮克扔回竞技场 然后对皮克是一顿暴打 杰克表示 我为了变强 每时每刻都在艰苦训练 即便摄取了各种违禁药品 忍受着各种专心般的疼痛 我都从未放弃想要变强的决心 即使做了骨头延长手术 以激烈的疼痛换取身高的增长 我也从未喊过一身疼 我这么拼命 就是为了击败一切对手 皮克啊 被杰克的战斗一直激怒了 觉得自己被杰克轻视了 只见皮克咬牙切齿 向杰克冲过去 杰克一记上勾拳 结果发现皮克惊人毫发无伤 杰克呢 困惑这是怎么回事 就算打不倒皮克 最起码也能擦破点皮吧 更让杰克不解的是 身边突然满是沙尘 难道起疯了吗 杰克顾不上细想了 一个飞脚过去 皮克啊 居然一瞬间消失了 杰克攻击落空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难不成皮克会瞬间移动 下一秒 皮克又瞬间回来了 杰克吓得赶忙先往后退 就在这时 杰克发现外围的护栏上破了大洞 瞬间明白了咋回事 皮克呢 并不是会瞬间移动 而是在杰克发动攻击前 皮克就以惊人的弹跳 离跃到护栏上 以护栏为跳板 接着再跳回到杰克面前 因此 护栏上面才有很多大洞 杰克啊 震惊的同时亢奋了起来 好久没见过这么强大的对手了 这场对决真的很有趣啊 突然 皮克冲了过来 杰克不仅没躲 反而正面迎击皮克 就见杰克重拳在皮克的脸上 但皮克呢 一个冲天拳暴击向杰克的下颌骨 杰克直接失去了意识 随后 皮克对杰克一顿包打 杰克被揍半小时后 一头撞在护栏上面没动静了 大家都知道这场对决是皮克赢了 就见皮克突然落泪 所有人都明白这代表着什么 皮克把杰克当成了朋友 纪念朋友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把朋友吃掉 只见皮克走向了杰克 正要动嘴 忽然像是感应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居然掉头走了 德川呢 困惑地走到杰克的身边 只是碰了碰杰克的胸膛 杰克的手竟然直接交叉起来 幸亏德川个子不高 手指刚好擦过他的头皮 不然德川就交代在这里了 皮克刚才感应到的 就是杰克深埋在心底的这份杀心 任雅啊 表示皮克如果刚才接近了杰克 纵使他的头骨在坚硬 也绝对会被杰克切断脊髓 只可惜 杰克还是差了一点 皮克赢得这场对决 随后 大家赶紧将杰克送去了医院 因为抢救及时并无生命危险 但杰克呢 觉得自己没有战败在战场上 根本没资格担当格斗家的称号 于是 杰克不顾一身阻拦 居然又跑回到了竞技场 对皮克鞠躬道歉后 没等皮克反应过来 杰克啊 二话不说就对皮克展开暴打 所有招式全是很糟 做得皮克一头雾水 这个人类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打完了吗 怎么又回来找我的麻烦 就在大家以为杰克又要被皮克暴打时 皮克呢 居然吓得掉头就跑 大家恍然大悟 皮克这是真的怕了 因为 他从杰克身上感受到了自强的杀气 这和他曾经面对的所有对手都不同 过往的对手输了就输了 不会再想着去挑战皮克 但杰克啊 完全是抱着一心求死的信念在战斗啊 在皮克的眼中 杰克就是一个不怕死的疯子 皮克当然惹不起啊 从这个角度而言 杰克也算是战胜了皮克一次 但在最后 皮克还是忍不了了 最后没完了啊 一记永春拳 杰克在空中旋转了99圈 重摔在地面上彻底不动弹了 但杰克呢 对这个结局心满意足了 自己是堂堂正正败在战场上的 而不是医院里 杰克彻底战败以后 没有高手再赶来挑战皮克了 除了任牙 但是任牙没有直接开打 而是坐在皮克面前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看着彼此 任牙啊 一直在等皮克主动出招 相信只要皮克饿了 肯定会把自己当成猎物 然后主动出招 没成想 科学家从霸王宏的身上割下肉给皮克吃 任牙残哭了 你这待遇也太好了 管吃管住 还有人陪你打架 怪不得你不愿意离开这里 突然 皮克将肉分给任牙一些 任牙呢 被皮克的行为感动哭了 你是把我当成伙伴了吗 既然如此 我一定会认真做你的 这是我表达友谊的方式 随后 任牙啃起了霸王龙的肉 味道不错 有点像牛肉 如果再来点自然就完美了 吃饱喝足以后 任牙啊 突然想到皮克要是吃饱饭了 还有心情打架吗 任牙顿时心急了 我在这耗了这么久 可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就见任牙走到皮克面前 皮克啥反应都没有 任牙呢 先是给了皮克凌空一脚 接着又一招旋风踢 把皮克揍到了地上 随后 任牙脱去鞋子和裤子 还有上衣 再往脚腕上缠上绷带 对皮克展开惨无人道的攻击 任牙啊 想要告诉皮克 你我之间的对决 并不是为了吃掉对方 更不是为了你死我活 而是拿出全部力量只管战斗 没有任何目的 没有任何想法 只是单纯的享受着战斗 皮克呢 逐渐愤怒了起来 一个冲刺顶住任牙 接着直接跑到竞技场的顶部 双手双脚蹬在栏杆上面 看这架14响高空重击地面 任牙十分激动 皮克你终于明白我的心意了 下一秒 皮克就松开了栏杆 从45米高的顶部撞向地面 大家都认为任牙一定是疯了 这么高的高度 摔下去绝对残废啊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两人笔直地装在地面上 等到土城散去 大家就被惊呆到了 两人竟然站在了地面上 好家后 皮克是人使人可以理解 但任牙呢 居然跟个梅是人一样 这也太强了吧 忽然 皮克走到任牙面前 任牙仍然一动不动 这带志的眼神 很明显是失去了意识 皮克啊 以为任牙挂了 抬手去碰任牙 但被任牙下意识地弹开 这一刻 任牙恢复了意识 感觉体内器官就要爆炸了 呼吸系统受到严重创伤 身上更像是扛着一座大山 皮克呢 甚至任牙受了重伤 他竟然想为任牙祈祷 毕竟相处这么久了 皮克早已把任牙当成了伙伴 没成想 任牙强忍剧痛 凭借惊人的意志力 一个甩手打断了皮克的祈祷 皮克啊 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这个人类比我还坚毅啊 完全是纯粹的战斗机器 随后 任牙吐出了一口番茄汁 气管逐渐顺畅起来 五脏六腹也不再疼痛了 任牙呢 这一刻恢复了状态 和皮克的终极对决正式开始 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是任牙比克片的第五期 本期问题 大家相信世界上有轻功吗 相信的扣三一 不相信扣三二 波勒不太相信 像五虾片里演的 能飞起来的轻功 现实中怎么可能存在呢 要是有的话 早就被国家招恩做研究了 不过啊 有口行多年的人 确实可以做到 行动特别敏捷的程度 飞檐走壁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本期动就到这了 这是波勒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